我们也许接触过向量的概念 我们之前给出的向量的概念 在多元微积分或者是或者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触过向量的概念 那么向量是什么呢 下面量我们说是一个 一个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这是我们以前的定义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我们在几个上用一个带方向的箭头来表示 那它的大小就是这个箭头的长度 方向就是我们箭头的指向 这是我们之前的定义 那有了向量的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有它的一些运算 有两个向量的这个运算 当然这个几何上是用个向量 是用有向线段 那么在代数上 我们是用一个带箭头的这个字母来表示 那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两个向量的加法 我们有两种方法 我们有平行四边形法则和三角形法则 那么三角形法则 就是我们先画第一个向量 然后把第二个向量的这个起点放在第一个向量上 然后从第一个向量的起点到第二个向量的终点 两个这个线段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两个向量的相加 这是三角形法则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平行四边形法则 我们把A和B的起点放在一起 他们的起点放在一起 然后以A和B做相应的 相应的两条边做平行四边形 然后连接这个平行四边形的A和B的起点 那么我们找它的对角 画一条线段 这个是A加B 这个是平行四边形法则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定义的是 数乘 我们把它写成是K 乘上A 那么通常如果A是这样的话 那么它可能是这样的 这一段叫做K 如果K是这是K它有一定的情形 那么它可能是我们给它 这是K K小于0的情形 它方向相反 在这里可能是K 可以A是这个样 可以大于0的情形 那这个ScalarMultiple 就是我们只是对向量进行伸缩 可能是正向伸缩或者是反向伸缩 那有负向量 负向量就是把它方向相反 如果A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就是负A 我们记住负A 这是向量的一些基本的 那基本的一些定义 加减 我们减 A减B 我们是用加法来定义 A加上-B 有了负向量的定义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减法 这是向量的这个几何的意义 那这些还没有跟我们信心代数完全没有关系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向量 在我们坐标系下来表示 我们在坐标系下来表示 我们就发现 我们可以用信心代数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的 如果是二维的情形 或者这样子 二维的 二维的情形 我们可以是这样子 这是X轴 这是Y轴 我们把向量 它的起点 放在圆点 它的终点的坐标 这一点 终点的坐标 XY 我们可以说是A 是等于XY 我们可以写 用一个坐标表示 在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也把它写成列列向量 这是行向量表示 这是叫做 Row Row Vector 那么在我们信心代数里面 我们 经常要处理的是 如果为了区分开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方括号的 把它写成列向量的形式 不管是行向量还是列向量 它的几何表示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 向量的这个数字代表着是这个向量在平面上的一个 中点 那它的起点都是在圆点 那么如果是三维的 我们可以写成A 可以写成XYZ 或者说是A 可以写成这个是XYZ 我们之后 我们 再去 再去讲 再去说明 行向量的表示和列向量表示 它们的区别在哪 我们现在我们把它们都看成是一样的 在 不管是行向量还是列向量 那么它在它的几何的 表示都是一样的 它 它的终点的坐表就是我们这个向量的分量 那 那有这个 向量的这个 啊 坐表表示 我们 就知道 如果A 我们写成这是A1 A2 B 等于 B1 B2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A A 加上B 它是等于 A1 加上B1 A2 加上B2 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 啊 我们所谓的这个平行四变性法则 可以来来去算 如果这是A 这是A1 A2 这个是B 这是B1 B2 那我们用平行四变性法则 好 我们用平行四变性法则 我们用平行四变性法则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长度 这一节的长度 就是 这一节的长度是B2 然后 这一节的长度是B1 所以这个点 所以这个点就是A1 加上B1 A2 加上B2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平行四变性法则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坐标就实际上实际上就是对应的坐标相加 那同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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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如果A是等于A1A2A3B 它等于B1B2B3 A1加上B1A2A2加上B2A3加上B3 这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计算就比较简单了 那可以用我们先行代数的很多东西来说 当然 当然你如果写成行向量的话 那你A加B 它也应该是个像行向量 你只要把对应的坐标先加就是了 我们的行向量跟列向量是没办法加的 我们只有行向量跟像行向量加 列向量跟列向量加 那么之后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啊 那有了坐标的 有了坐标这个定义这个概念以后 那向量的相加减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把把他们的坐标写出来 那我们可以就知道他们的表示是就比较容易了 当然我们这是加法 那么数乘KA就是等于KA1 KA2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直线 我们直接在直线上做伸缩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去详细解释了 那我们如果混合起来 那我们可以把它相量可以混合起来 可以做运算 有了这个我们坐标以后 我们就知道一些运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立体 先看一下相量的相量的运算 如果A它是等于1-2 B等于2-1 我们计算 我们计算 3A 4B 和 4A-3B 那我们看一下 3A 3A 它就是等于3乘上-6 3和-6 你把每个分量相乘就可以了 4B 4B 就等于8和-4 4A-3B 我们先把先写成4A 4A就是4-8 3B 我们减去3B 那么就用减去6和-3 所以4-6 这是-2 这是-5 这是向量的运算 这是向量的运算 在坐标系下 它的运算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好 那这里是我们看到的是二维和三维的向量 我们之前是接触过 那我们看一下N维向量的它的定义 嗯 然后再起了 这个是第8 Dimension 就跟一般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向量的定义 我们说是 呃 我们直接就用 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一个行向量 它只是一行 多少列 它有 它是一行 可以看成是一行的一个matrix 而一个列向量 可以看成是 只有一列的matrix 那么 n 乘上1的matrix 我们叫做n 我们叫做n Dimension 这个 行向量 那么它们的定义 它呃 它们的一些运算 我们就是跟之前一样的 如果 a等于这是 a1 这是 an b 等于 b1 到bn 那么 a 加上b 就是 我们是 a1 加上b1 这是an an 加上b n k a 就等于 k a1 就是k an 同样的 如果是 a 等于 这是a1 到an b 我们写成m吧 b b 等于b1 到bm 那么 a 加上b 那么就是写成行 a1 加上b1 是am 加上bm 然后是k a 就是 k a1 是k am 这是我们n 位向量 一般的向量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 啊 一列的matrix 或者是一行的matrix 那对向量的一些运算 这些运算 加减乘 我们有一些它的这个 ruth 我们叫做matrix operation 那第一个 a加上b 等于b加上a 第二个 我们是a 加上b 我们k 是a加上b等于k a加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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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k乘上 lambda a等于k先乘lambda 然后再乘a a 第四个 我们是 啊 我们刚才是k a加b 那我们k加上l a 这是等于k a加上la a a 这些跟我们普通的数的计算 差不多 我们看还有哪些啊 然后是a加上-a a 这是一个零下量 就是所有的分量都是零 然后是 啊 一个 a加b 再加c 我们可以先先把b和c加起来 然后再加到a 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就是 嗯 这些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用坐标的方式 写成坐标的方式一一验算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就不再证明 用坐标 写成坐标的方式来证明 来证明就可以了